大家好我是邵君啊我也来了啊 今天股市的话今天出的CPI 那么早上的话出完CPI之后CPI的话啊 和市场预期的话是一样的 那所以可能出完CPI之后的话 大家都那么开始感觉要开一个party 那早上的话股市被买特别盘前的时候 股市又已经开始涨 那然后稍微涨了可能半个小时不到一点 大家都意识到原来这个通胀数据是7% 那毕竟还是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可能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 然后就是一波sell off 那不过收盘的话还可以啊 三大指数的话都是收率的啊 除了罗嗦两千的话是收跌 然后个股的话那今天还是涨跌不一 也没有非常可以看到从这个热力图去看的话 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板块是涨得非常好啊 或者是跌的非常厉害的啊 可能唯一比较好的可能是auto这一块 那特斯拉那你有啊理想啊这些的话 今天都还ok 那然后啊说到说到中概股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觉得啊 在年前的时候啊 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我说大家觉得那么整个2022年最反人类的操作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啊 我觉得大家在我下面留言的时候啊 投票最高的应该是两种操作 第一种操作的话 就是2022年去做多arkk 第二种操作的话 就是2022年去做多中概股 那么结果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话 arkk好像一般 那么但是中概股的话 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话 起码这半个多月以来的话 确实是不错的 那确实还是有一点反人类的好吗 然后的话 先来看一下这次通胀的一个报告 那么同比增长的话啊 广义通胀百分之七 然后核心通胀的话 百分之五点五 这两个数据的话 基本上和预测的话 都是完全符合 那么可能啊核心通胀的话 可能比预测的话 稍微高了一点啊 我只想说几点 从啊广义通胀去看的话 有一点点出乎我意料的是啊 这一个环比增长 energy这一块的一个环比增长 只有百分之负的零点四 那其实前几个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能源的价格在上涨 所以导致整个energy的价格的话 那个同环比增长的话 都是非常高 那么而但是在十一月份的话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能源价格的一个下跌 那不过十二月份数据出来的时候 只是跌了一点四 这个跌幅的话 其实是比我预想之中的要少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十一月份的时候 拜登特地发了一条推说 大家不要慌 这个通胀数据的话非常高 大家不要慌 那么但是因为十二月份的一个数据的话 会下去 结果一十二月份的数据 确实十二月份数据没有下去 那么第二点 他说因为能源的价格 十一月份能源价格的一个下跌的话 没有反映在十一月份的通胀数据里面 会反映在十二月份的通胀数据里面 那么但是到十二月份的通胀通胀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即使去看这个环比的话 这个跌幅的话其实并不高 因为你去看一下十一月份的一个环比 都在三点五四点八啊 十二月份的一个环比跌幅的话 才只有负的零点四啊 所以这一个数字的话 其实是比我预料之中的话要小很多 然后这边的话还要一个食物 食物的话我这边不展开 因为我最后的话啊 我特地去看了一下 因为昨天我们聊到泰森富的 我和大家说 我说啊牛肉在农场主那边那个价格的话 其实并没有上涨非常多 今天的话我去看了一下泰森富他们的财报 在这个视频后面的话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吧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说核心通胀里面的几个几个项目啊 首先这边新车的话和旧二手车的话 这个上涨的话 那么仍然不算低的 特别是二手车的一个环比增长的话 仍然在三点五 反而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好的是shelter 这一块shelter这一块 这一个shelter和租房 特别在就在service这一块的话 其实从我的感觉 反而有可能是有一点点之后的 包括旅游啊 包括房租 因为房租的话 其实是相比房价的一个上涨的话 房租是有一点点之后的 然后旅游的话也是从reopening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service和包括旅游这一块的话 啊 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偏后面一点 那但是反而我们去看啊 service这一块的一个环比增长的话 啊零点三就百分之 呃零点三的话 算是比较muted 就算算是比较OK的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首先先和大家回顾一下整个债券市场 从今年以来的一些走势 从今年开始的话 啊十年美债 其实是这一波涨幅的话 其实是比较大的 然后从我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啊 或者一些信息 我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在啊上一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那一段时间的话 十年美债是跌的比较厉害 跌的比较厉害说明什么 美债利率跌的比较厉害说明 背后的话有买盘在那边 那然后从我收集到的信息是非常有可能是日本政府 那在年底的时候 然后大量买入的一个美债啊 其实这种可能性 这种解释的话 有可能是其实解释的一个啊 准确性的话 可能是比较高的 因为那鲍威尔在上一次fomc的一个开会的时候啊 新闻发布会有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也说他说 他并不担心债券的一个利率的话往下跌 因为非常有可能啊 是国外的一些买家的话 在买美债 即使美债利率相对来说 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低位 但是比起其他国家的一些国家 国债的一个利率的话啊 美债仍然是有这个吸引力在 那么所以这是鲍威尔给出来的一个解释 或者给出来的一个理由 他觉得背后的话是国外买家 那所以这可能会比较好的去解释了啊 上一年年底这一波美债利率的一个下跌 然后从今年开始的话 可能这一波买家没有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 因为马上要出通胀的这个数据了啊 整个债券市场的话 非常有可能是走在数据出来之前 那么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啊 通胀数据出来的话 可能会比预测的要差 那么所以在那个位置的话 选出选择抛出十年美债 导致十年美债利率的话 从今年到现在为止 其实是在出通胀数据之前 这一波涨幅的话是比较大的 那么然后直到今天通胀数据出来之后 十年美债的话 这一波跌幅也是比较大 那么所以才有了他这一条行为 他说债券市场的话 今天是属于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 然后他说暗示通胀梦的话 可能已经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暗示的话 通胀有可能进行一个peak 有有可能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因为整个市场是 不管是十年美债也好 或者我这边要说的一个breakeven 啊不是不管时间美债还是breakeven的话 今天并没有对整个通胀的数据做出非常大的一个反应 那么但是有可能就像我前面解释的 非常有可能是什么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那因为实际通胀说实际通胀数据出来之后 可能市场觉得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所以又开始进行买入美债 所以我觉得这样去解释的话可能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那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是breakeven 就是整个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 那其实这条曲线的话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一些信息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信息他所传递给我们就是 那市场到底觉得通胀的话可能在哪个位置 那其实从这张图里面的话 给到我们一个信息和整个市场和我们所感受到的信息 不一样的一个点赞呢就是 从债券市场来看的话 那债券市场是在什么位置最恐慌通胀 或者最担心整个市场里面的话会有通胀 其实是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一个点 那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breakeven 啊这一条曲线的话 在十一月中旬的话是到达了一个高点 那但是我们从那同比的这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对吧刚出来的十二月份的数据的话 才破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所以这张图告诉我们市场现在在当下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个恐惧 债券市场对于当下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恐惧 其实没有十一月份的时候对于通胀的一个恐惧的话要大 对吧为什么 那如果再回到通胀数据的话 可能可以解释我们前面看的一个十年的一个break even 啊怎么去解释呢 啊十月份的一个因为看这个环比的增长十月份环比的增长 其实是最高的零点九 然后十一月份的环比增长其实相对来说比十月份要低是零点八 然后十二月份的一个环比增长的话只有零点五 就是通胀的话仍然是在上涨 但是这一个上涨的一个速率的话减低了 是从环比的一个角度去看的 好吧 所以比起进入新闻里面那些数据 比如说七点七点零啊 然后破了一个历史四十年的一个新高五十年的一个新高 比起这一个数字的话 环比的这一个增长的话更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注意 那么因为环比的增长如果再降低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啊 这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数据的话 短期之内的话是要鉴定的 那所以这一个是啊 广义通胀七点零 但是我们去看核心通胀的话 他的一个环比增长的话 其实速度的话并没有放缓啊 那么啊核心通胀的话 环比增长的话 十月份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分别是零点六零点五零点六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还不能非常非常的乐观 啊你要期待啊广义通胀掉下来的话 你只能期待什么 你只能期待食品和能源价格掉下来啊 因为现在核心通胀的话 你还没有看到他slowed down的一个信号 然后又到了今天最轻松的一个环节啊 这只可爱的小牛那么富途摸摸 针对啊美国的那些客户的话 现在在做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只是针对我这一个频道啊 什么活动呢 就是在一月七号到二月七号之间的话 大家如果用我的连接开户的话 只要入金一百美金的话 就可以获得一股免费的一个amc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还可以有还可以抽取另外两股免费的股票 如果说入金两千的话 是一共的话 是可以抽取六股免费的股票 其中的话 包括一股免费的一个amc 这一个amc的话 是只能用我的连接的话 大家才可以获得的啊 这次活动的话 只是针对那些美国的一些小伙伴啊 然后的话 我想再聊一下气候变化 因为最近的话 正好啊在netflix上面 那么有一点啊 一部新的电影 一些是雷纳多 嗯他主演了一部电影 然后这部电影的话 其实主要讲的是气候变化 那我还没有看过 如果有看过的那些小伙伴的话 可以和和我分享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去看 我应该会去看一下啊 但是我今天想说什么 我今天主要想说啊 在气候变化里边的话 啊我们说我们有一个pathway 就是以后的一条路径 就根据现在的一个碳排放量 这张图的话是碳排放量 那全球的一个碳排放量 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是在这边 然后如果根据这一个趋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到二零八零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去看一下 平均的一个温度升高的话 可能在可能要将近五到六度了 最高最高 上上区间的话 可能要将近五到六度 如果全球温度升高五到六度的话 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那所以我们理想状态的一个passway 因为这每一条都是一条pass 那么我们理想状态的一条passway是什么 理想状态一条passway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在二零三零年二零四零年左右 碳排放量的话 到达一个顶峰 然后的话就开始往下降 然后我想说呀 因为啊 我们在聊啊气候变化的时候 其实整个气候变化的话 里边一共有两大风险啊 哪两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的话 我叫physical risk 就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风险 然后第二个啊 第二个风险的话 叫transition risk 然后就穿穿就穿啊穿穿穿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风险 其实这主要气候变化就这两个风险 鲍威尔在昨天听证会里面的话 其实他也聊到了 然后他被问到气候变化那个问题 那我们大家平时所感受到的 可能是这一个physical risk 比如说啊一些自然的一些灾害啊 水灾啊森林火灾啊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physical risk啊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能感受到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聊啊气候变化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 特别是对于资产价格来说 最大的一个风险在呢 其实是一个transition risk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风险 什么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风险 就是政府为了去降低一个全球的一个碳排放量 所要制定出来的一个政策 而制定出来的一个政策的话 会影响资产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从长远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要减少这一个碳排放量的话 势必对于啊传统能源的一个依赖的话 是要降低的对吧 那在这一个去的一个过程中 那就再往这个方向去的这条路上的话 那我觉得从政策制定着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大概率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的话就是对传统能源做出政策性相对来说的一些惩罚 那就是拿政策的话去限制他们 那么降低人们使用传统能源的一个比例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的话就是补贴 那对于新能源的一个补贴 那不管是风能也好 太阳能太阳能也好 和能也好那虽然最近的话 加州政府做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就是对于啊太阳灯这一块的话 做出了加上了一定的税 但是这块的话我们先不展开啊 整体的一个趋势去看的话 再生能源或者说那些绿色能源的话一定是一个未来 那现在我们看可能有比较缓慢的一个adoption 那但是以后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政策下来的话 导致整个行业的一个改变 或者说直接加速绿色能源的一个adoption 那这些政策性的风险都是其实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并并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事情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啊 整个传统能源啊 包括其实传统能源这个板块 其实不单单是能源这一块 包括像EV这一块 那因为整EV啊传统能源 这都是帮助我们最后的话去减少一个碳排放量的 那所以这一个趋势的话 真的一定是起码是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趋势 甚至于更长 那么而相对来说的话 任何的一个政策可能都会加速这一个步伐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赛克的权 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了终点 那么再走去这一个终点的一个路上的话 可能会是比较颠簸的啊 比如说有一些宏观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那么利率啊加息啊缩表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终点的话是一定是不会改变的啊 然后的话来啊稍微聊一下比特币啊 昨天有个小伙伴侯说 他说很长时间没有聊比特币啊 或者加密货币这一块啊 其实这个市场我一直是关心着 然后主要是关心这些新闻 因为其实很多人分析的一些数据的话 有一些安全的一些数据啊 我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数据的话 其实比较偏一些技术面啊 所以我觉得的话作用可能不是非常大 但是从啊新闻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近一些啊 比较正面的新闻的话还是比较多 但是不像那么上年那种的话大起大落啊 这回回过头去想的话啊 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这个波动率真的下去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啊 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波动下去的话啊 从机构就从机构投资者角度来说的话 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好吧 我觉得今年的话 比如说一些event driven的一些事件的话 会导致比如加密货币市场会上涨的话 比如说啊 sec的话 他们如果通过啊比特币现货的一个 etf 对吧那可能的话就会又会带一批机构进来 然后这张图的话是啊一月十四号 然后啊期权的一个比例 可啊port call的一个啊 或者靠和破的一个比例 然后比例的话在一点五六啊 就等于port call的话可能在零点六级左右啊 所以这一个比例的话是属于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主要的话空投的一个仓位的话 其实集中在四万四啊 这个就这个时间点的话是啊 这个星期五啊 然后如果多多头的一个仓位的话 大多数仓位的话集中在四万六左右啊 其实基本上主要就是看多工的一个博弈了 啊然后这些仓位的话基本上都是作非了 好吗 啊然后是一条公司的消息 今天盘后的一条消息 他们的话啊收购了一家叫fair x的一家公司啊 收购完之后的话 空一杯子的话也可以啊 加入自己的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些衍生品 啊主要的话还是等不及批准了 其实空一杯子我呃啊 从新闻里面我看到的话是在上一年九月还是十月份的话 就已经提出这一个申请了啊 但是可能现在想想的话 还是从收购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可以最快的去达到这个目的啊 还是挺好的 我我今年可能对空一杯子可能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啊 最好他的一个走势的话和整个币圈的一个走势的话啊 波动的一个幅度的话 最好不要相差的最好不要离得太近 那最好的话如果能够能够自己走自己的啊 和整个加密货币尽量脱钩的话 我觉得就是成功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泰森富的一个也不算他的一个财报 他的一些金融的一些数据啊 主要的话看一下我们能不能解开牛肉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 好嘛首先的话看啊他们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 他们的一个margin看他们这边的一个growth margin 二零二零一九年的话在十一点八 二零二零年疫情开始的那一年 那他们的一个margin的话上涨到十二点五 二零二一年疫情的第二年 他们的margin的话上涨到十三点九 所以从公司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他的一个margin上涨的话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 也许不是一件好事情 然后再来看几个数据二零一九年 先看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 首先的话第一个看他们的一个revenue 二零一九年四十二个billion四十二 然后四十二点四 然后二零二零年四十三 但是你然后你看他的一个cost of revenue 就是他的一个成本 二零一九年是三十七 然后二零二零年的话是三十七点八 所以有差吗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差 是吧 其实从这一年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比上二零一九年的话 他的一个营收是上涨的 但是他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上涨 其实比他营收的一个上涨的话要少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他的一个growth margin 然后是增长的 然后看他的一个运营费用 运营费用里面的话 看他的一个so in general and admin 就是他的一个人工费用啊 二零一九年人工费用二一九五 二一二一九五 然后二零二零年的话 二三七九二三七六 确实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 他的一个人工这边的话 确实是上涨了 而且上涨的这个幅度的话上涨是不少 但是我们看一下二零二一年 他的一个人工是多少 二一三零比二零一九年都要低啊 那么所以工资上工资上涨成本上涨 然后用人的一个啊价格上涨的话 起码没有在财报里面反映出来 从财报里面去看的话 这家公司是变得更加的有效率了 那么因为这一个人工费用的话 比二零一九年都要低 比二零二零年的话是低了非常多了 啊 所以然后最后一点比较有意思 我们去看一下二零二二年彭博 对于他们的一个预测 营收的话是上涨的 营收的话这边是五十啊 比二零二一年的四十七要高 但是你看一下他的一个growth profit 他的一个毛利润的话 才六六一四三二零二一年的话 是六五六五二六 那所以对于二零二年的一个预测的话 他的一个growth margin的话 又要往下降了 好吧 所以啊 不管是二零二一年也好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也好 牛肉的一个价格上 或者肉类的食品呢 这这这类价格的一个上涨 或多或少的话 和这一类公司的话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转我们的一个价格 其实是涨的比较多的 反映在他们这个margin里面 对吧 当然也也不能说他们是无良商家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一个怨打一个怨癌的一个关系 对吧 就我们即使在疫情的话 我们该吃吃牛排 该吃的还得吃炸鸡该吃的还得吃 对吧 所以没办法 不过对于明年的一个预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margin就要降下来 他们margin如果降下来的话 意味着起码做这个预测的一个人的话 意味着他们的一个价格的话 是要往下调的 好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吧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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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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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